是哪一招 你退為進啊 因為她是教洁 我就說好啊 那我要問老師啊 啊你這麼懂 那如果說她是真的 其實沒有很想說 沒有啊 因為她想要時間點嘛 所以我拖延贊助 我拖延贊助不能說不想 她就會問你為什麼不想 那我就說我想 可是我不知道什麼時間好 所以我讓她有時間差 去處理這件事情 謝謝 過年到了紅包 謝謝 你這個人呢 紅了之後就天天在講錢 沒有在那邊紅 每天錢錢錢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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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女人 就有一句話 噁啊天 以前像過年 不要講這麼世俗的事情 我們要開始 你先開始的啊 幫我把這個整個 攝影同胞的朋友 延結的機會 對嘛 終於嘛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啊 你就喜歡講錢 我這個人是這樣 我很憑感覺的 我一直都覺得 理清 情義重 沒有 我還是喜歡紅包啊 你就是世俗啊 你不喜歡紅包嗎 紅包人的包包 我比較喜歡包包 姐 妳要理解我這個年紀 你能拿到紅包的機會已經不多了 你該不會現在還在拿喔 你真的是 念媽媽啊 不要再給她啦 沒有 我媽沒有給我 她都拿去養女朋友啦 妳知道嗎 妳不要亂講 我媽被走心 這是錯的 今天曾過 你剛特別企劃 現在的那個背景還沒有很 你就買這樣而已 而且這個服務 為什麼是反過來的 沒有 道是這樣道 不是前後順序道 你白癡喔 你是不是白癡喔 我已經給我吵到 不要 逐道是這樣道 這才是正面 被你發現了啦 我們在考驗你 我到底要中你們這一組人多少的男子 我剛剛一回頭 想說那是什麼字 是 是不是你教她的 以前看著我 你去洗腦了 大過年的真的是要我 發火是不是 不是 姐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現在東西還沒有 我受不了了 我覺得你們辦事不利 這些東西交給我就好了 你們真的太拉差了 那今天我開放一件事情好不好 來 妳說 何愧給大家 反正今天我們有Sugar Daddy 我們還有折扣嘛 對不對 今天想吃什麼 我叫拉拉送來給妳吃 掌握不利飯 Anything you want Any food you wanna eat 好不好 我們改一下 因為我們QA其實都要問問題 因為我們辦公室員工有很多問題 喔 那不然就是 開放辦公室員工是不是 然後你就問 你覺得OK 就讓他點 好 可以嗎 來 請帶著你的食物點菜單 跟你的問題 一起來我們的現場 姐 我問你一個問題喔 如果過年一直遇到長輩逼婚的話 要怎麼辦 姐 那我下單喔 我知道 長輩一定會逼婚 尤其你回到家說 欸 有沒有對象啊 哎呀 沒有對象 來 網美小劇場 小妮啊 欸欸欸 幾歲了 30 30好幾的還不成婚 女朋友也有 怎麼了嗎 是不是沒有錢 為什麼不結婚 你們現在這些年輕人都很不喜歡結婚欸 你看像我多好啊 怎麼樣 沒有 有人管很好啊 喔 你嗎 對啊 你是不是老公管太多 有人管很好啊 嗯 哈哈哈哈 很好啊 你家怎麼處理 阿不然我角色不壞 你家啊 嗯 那你也知道齁 你家年紀有一點了嘛 真的 你家工作也還不錯啊 我知道啊 穩定嘛 欸欸欸欸 你講到結婚我想一件事情 欸你當年結婚有沒有算過啊 有啊算 我跟你講八字二合的 那你覺得有用嗎 有一點藝人難進 真的喔 可是因為我真的有在寫 哪個老師幫我合個八字 還是你幫我弄啊 沒有問題啊 你幫我介紹幾個好的老師好不好 我私找給你 對啊 沒有老師 我們後面的事情很難處理嘛 啊你要當證婚人嗎 可以可以可以 要包紅包喔 那當然 那你要來喔 好好好 是哪一招 你退為進啊 因為他就叫我結 啊我就說好啊 那我要問老師啊 啊你那麼懂 那如果說他真的其實沒有很想 沒有嘛 因為他想要時間點嘛 所以我拖延贊助 我拖延贊助不能說不想 他就會問你為什麼不想 那我就說我想 可是我不知道什麼時間好 所以我讓他有時間差 去處理這件事情嘛 感謝姐的新年禮物 好姐下一個員工愛問你的 來請問 超愛聞你因為我屁股 真的很像無法治 只是怪怪的 我真的控制不了 那你就一輩子被他桌在臉上啊 哈哈哈哈 那娜姐我問你 如果說今天你的另外一半 怎麼樣 超加你的屁 每次過來說 我被怪我問一下 那你又怎麼辦 我覺得蠻好的 我可能會加點料給他吧 哈哈哈哈 如果他另外一半沒有覺得構成性騷擾 我們就靜觀其變嘛 如果有一天他被報警抓到 或上爆料公社 我們就笑嘛對不對 那舅哥有沒有什麼怪題 我老公 他還好 他不喜歡看到別人的腳趾頭 那你的可以嗎 我的他算OK 但是有些人譬如說什麼 腳趾頭的食指比大拇指長很多 然後或者是你穿涼鞋的時候 然後第二隻腳趾頭會踩在地上 然後第一隻還在裡面 他就會崩潰 有一次我跟我女友在睡覺的時候 我抱著他 我只是戀愛一下他肚子的漏漏 他就生氣不理我了 我做錯了什麼嗎 姐我問完了 我要去下單了 謝謝你 你做錯了很多事 其實男生覺得很可愛的一些東西 我們女生都覺得蠻可惡 譬如說他會這樣 啊你看那小肚子 好可愛喔 那你會希望我們說 啊你看這個小雞雞 好可愛喔 你懂的意思嗎 因為那是一個我們在很放鬆的狀態 是要被你看到的情形 你就應該要視而不見 你不可以挑明出來說 其實沒有關係啊 你有點小肚子還是蠻可愛的 但我覺得男生不會這樣 男生如果說 啊這個小雞好可愛 讓你看到我們大雕 男生都會這樣 不會不會 不會你們男生都說 誰有小雞雞是誰 是誰 對 如果你平常就會捧著他的點說 寶貝你今天長得真可愛 寶貝你看這件衣服真漂亮 我們會喜歡這種東西 因為你看到我自己也覺得好看的東西 但你特別把我的肚子拿出來 然後你還不願意誠實說 我變胖了 你還要說啊小肚子肉肉的好可愛喔 你在咬咬我 可是有時候男生是真的 你就是在嘲笑我 我們真的覺得很可愛啦 那你就當作沒看見嗎 就甚至是女友問你說 寶貝你幫我看一下我有小肚子嗎 然後你要說肚子在哪裡 明明就已經垂到 胯下 你都要說肚子在哪裡 謝謝解答新年禮物 這集網友問他問到我的痛點 喔你說 火鍋裡放芋頭 女友就要跟我分手 我是做錯什麼嗎 你做大錯就要做 我跟妳講 火鍋裡面就是不能放芋頭 火鍋裡面真的不能有芋頭 不行 而且他軟了 火鍋只要放芋頭 我都會說先不要 然後只要有人說 那我想要吃芋頭鍋 請旁邊 火鍋裡面不能放芋頭 我有一任前女友 他就是不經過我的同意 就把那個整個和牛火鍋裡面 整個芋頭放進去 弄到稀爛你知道嗎 我那個和牛拿起來 涮下去之後 只能吃一個全部都芋頭的味道喔 貴桑桑喔 各位 我連小黃瓜都不能接受了 怎麼可以有芋頭呢 嘘 不要假 很恐怖 那如果說女友真的很愛吃芋頭 你們兩個分一人一鍋啊 不要共鍋的時候弄這種東西嘛 有點水準好嗎 好來 下一位有文文的問題 來 請說 姐 如果男友的家人不買自己怎麼辦 再麻煩你幫我開導一下 那姐 我下單囉 那就找另外一個男友啊 那我跟講 這個是這樣 他最近剛好跟男友交往到一段時間 見家長 啊家長是怎麼樣的不喜歡 是有表現出什麼樣的感覺 怎樣的冷潮熱風 就憑你 也想跟我兒子在一起 我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說 一開始因為不瞭解 而對你有敵意 我覺得這個是很正常的 在這個時候 男友的態度就很重要了 他會幫你講話 還是會視而不見 你家人可能說 哎呦一個月才三萬怎麼樣 然後你男友可能就會說 他很快就會升職啊 如果他有嘗試想幫你講話 我覺得會好一點 還是看男生的態度 感謝姐的新年禮物 下一題 因為現任不好 常常想起前任做比較 該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 女生常常會夜深深靜 男生其實也會一樣 想到以前的好 人總是對於失去的東西 特別的惋惜 這個東西也沒有什麼撥號啊 任何的人事物都會讓你覺得 有一種啊早知道我當年怎麼樣 不要說是去比較啦 我們把它當作是一種 教訓我們吸取這個經驗 我們以後能夠多付出 能夠多努力 我們就把握那段期間 但我覺得人跟人一定會有比較的心 可是我覺得你這個比較傷害的 其實不只是對方 還有你自己 因為人家提醒你自己說你是個很笨的人 你曾經錯過了什麼樣的東西 你應該要記取這樣的教訓 不適合的人 我們趕快分開 不要浪費彼此的時間 適合的人 我們就努力的相處繼續下去 男友很黏 但是還是希望他能夠給一個空間 可以怎麼辦 有些男女生一談戀愛就會變成 會希望百分之百融入對方的生活當中 其實這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因為一旦對方因為這樣對你產生膩的感覺 很容易你的感情就會陷入一種死胡同 但通常這些人他就會因為這樣而被拋棄之後 再下一段戀愛他們就會更深入到對方的生活 因為他覺得他上一次不夠深入 所以他會一直用這種錯誤的方式 想要去侵佔侵入別人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可以跟他溝通看看 但我覺得如果他聽不懂 這就是他的毛病的話 我想也許你要分手會比較快 因為我一直都說了 個性決定命運 一個人的個性是最難改變的 他也許可能為了留下你稍微改變 兩三個月後 打回原信 談戀愛談到心很累 好像找不到當初初戀的感覺 想分手又捨不得該怎麼辦 你就到處在家裡面貼分手的紙條 比如說廚房用具一打開分手吧 然後大廉出去紅包裡面拿分錢 分手吧 我覺得就是你講不出口 可是你終究還是會做這件事情 這只是遲早的問題 你覺得時間戰術會讓這個傷痛減緩 但其實並不會啦 那還不如就長痛不如短痛 你就點一首張正月的分手吧 就把我們分手吧 不要再騙我說你還愛著我 女友覺得裙子有點短 那我就說了一句 應該只是材質 爬太緊 他就覺得我在嫌棄到屁股大 那你就要說你屁股不是大是翹 喔 我也不會聊天啊 你們真笨蛋 你還是不是那種萬年難解的人 嗯 老婆跟媽媽掉到水裡 然後就 今天聽到一個我真的覺得最厲害的話 來 請說 他是一個老人 他就說我選擇去死 我兩個心愛的人都走 我沒有辦法狗婆在這個世界上 喔 欸這個答案很厲害欸 是嗎 他是高興的要屎吧 其實有人曾經問過我欸 他說你有沒有問過你老公說 如果什麼你跟他媽媽 掉到水裡面的話你會去救誰 我當時的答案是 我會去救我婆婆 我會叫我老公不用下來 可是如果說這件事你會救我哥 你會希望聽到他怎麼回答 他就會說你們要幹嘛去水裡啊 而且其實我覺得就像他說舊媽媽 我覺得也不為過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是在為難別人 我們其實是在為難自己 因為我們把自己放到一個 可以被比較的份上 我覺得以我們自己的獨一無為 我們是不需要去跟別人比較的 不要去想說你要得到一個很完美的答案 有的時候他只是一個謊言 讓你開心而已 過年到了 我的男朋友一直要求我要去家裡陪他的爸爸媽媽 可是我很不想去 我該如何回應或者是去 我覺得你就去啊 為什麼要不敢去 可是有些時候可能啊 人家不想要跟長輩相處啊 可是會有壓力 我覺得不要害怕跟長輩相處 你越害怕什麼就會來什麼 我非常喜歡跟長輩相處 I love all people 要做出來才行啊 其實我覺得可以跟長輩聊天的人 就是一種經驗的學習 你越害怕他可以知道 他會秀得到你的害怕 可是你越去 他越不對你設法 去打聲招呼送個過年的小禮物 拜個年 我覺得這是身為女朋友跟晚輩 應該要做的一件事情 不要空手去 帶個禮盒去 欸聽說叔叔阿姨喜歡吃這個 這個是我買來的 希望你們會喜歡 看在你見面三分情的份上 也會對你留下很好的印象 這是一種家教的展現 家教的 來啦還有什麼問題吧 沒有問題的啦 沒有問題的是不是 今天可以上End了 然後我們看也快到了 喔要這樣End是不是 對啊要這樣End一下 就我只能說齁 非常感謝大家喜歡我們的QA啦 其實蠻多是感情事業工作家庭 更多比例上面的是愛情當中的看不清 我也許可以用一句話 電信你跟改變你的人生 可是你可以用一個行動 徹底升級你現在的一切 所以我希望我的網美頻道 可以讓更多的人都多認識自己 那姐 因為這個時候差不多是過年 可不可以幫大家拜訪嗎 網美頻道祝大家 就是看我頻道的人呢 都可以一帆風順 揚眉吐氣 就讓大家今年就是 可以有更好的動力跟願景 而且因為疫情越來越減緩了 通常這個時候就是大家借心 會掉得比較低的時候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 經過上一次疫情的衝擊 我們能夠更珍惜身邊的人事物之外 我們要記得更多開心的事 所以我希望這個世界上 酸民都消失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原地球爆炸 蒸發 在你們寫出每一面 負面的話語的時候 你們就啊 不要講好話 你們就被吸走了 你們會一起去宇宙的黑洞 我有一天 我們不要講不好的事情 我一定會買到 塞諾斯的金手指 一彈了之後 我就說酸民像是 不要啦 然後發現小念也不見了 我覺得他還是前陣酸民 網美頻道讓你身心靈 都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調適 心情不好的朋友 多看我的頻道 心情已經很好的朋友 我們好上加好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訂閱按讚 小鈴鐺打起來 掰掰